反滥权 互民主 全国各县市党部主委到场相挺支持反滥权互民主 由于立法院日前通过的国会改革法案争议过大 引发民众自发性轻鸟行动 为了让国人充分了解这项法案的问题所在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宣布 6月14号起将在六都等地举办反滥权互民主宣讲活动 林又昌强调这并不是要积极朝野对抗 而是深化台湾民主 让国人拥有资的权利 在国会所通过的法案 并不是国会改革 而是国会的扩权 并且也违反了程序正义 没有充分的讨论 所以在立法院青岛东路 才会有这么多自发性的民众站出来 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将在国会所发生的滥权扩权的这些事情跟真相 让全国人民能够充分的一个了解 也能够正确的一个认识到 林又昌进一步表示 在行政院提出复议后 立法院可能在6月18或6月21号进行表决 这样仓促的表决不是民主社会常态 因此呼吁国人拿起电话打给选区立委 要求学来勒马站在社会民意的这一边 这个行政院希望要提复议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因为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自安难行 另外更希望立法院能够有时间跟机会 能够充分的交换意见 那最后最重要的是 台湾社会能够充分的来进行讨论 不过我们目前听到的一个讯息是 这个国民党以及提案的这个民众党 将会在可能会提前在这个6月18号 最晚最晚是6月21号 就要将复议案来做表决 那这么仓促来压缩社会讨论的一个期间 我想这个真的不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 根据民进党规划 宣讲活动第一场在花莲集安红红市场 接下来6月15号及6月16号 依序在新北、台南、台中、高雄、台北及桃园等六都举办 等周六日办完大型说明会后 6月17号到6月20号 也会在各地遍地开花举行街头宣讲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